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市陈庆工人今年4月26日深夜向绰号阿童的要投买海洛英两包,打算解影,半路却遇到古山景分区龙华派所缘警包超兰险,陈南担心持毒犯行卸地,其机车冲胀突围,造成业性,下信二警受伤,自己也刷车被捕。 高雄地院依省依妨害公务罪判他拘役55日,若依侧罚金区缴55000元,判决指出,4月26日22点左右,陈庆工人向阿童买了两包海洛英后,涉犯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,另案提起公诉,申理,其机车行经高雄市中华路,遇到龙华派出所远警执行茶器毒品勤务, 警方见陈南行机有意,上前盘查,陈南持有第一级毒品海洛英,立马骑机车闯越红灯逃逸,良性,夜性,苏性,下性等远警,骑机车一路追赶至临雅区中华四路与五幅路交叉路口,在陈南停等红灯时,夜,下等远警,骑至陈南左右两侧,良性远警则到前方包超。 下,夜两人表明警察身份后,陈南进后退在催油门先撞开左右两侧的夜,下二警,再往前撞良性远警,置夜远右上知错擦伤,下远右前臂多处擦伤,左膝擦伤,良原则性未受伤。 陈南撞良性远警后自摔倒地被警方逮捕送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